晚間七點多 男子進到營樓一開口 就說要挑選女用金戒 還認真選款式 最後卻改口要買男女對戒 我算錢的時候 他就把一盤搶著 就直接衝門出去 趁著老闆娘計算金架時 男子將櫃台上一整盤金戒 通通端走 手刀衝向大門前接應的白色轎車 犯案過程僅僅15分鐘 就一下子撒住了 那個人怎麼跑得那麼快 老闆娘是苗栗縣議員曾美露 親自接待客人 他說金戒一共有63枚 大約九兩重 金額將近百萬 損失慘重 事隔四個小時 苗栗警方巡現在台中清水休息站 找到人 我的錢是我媽媽給我的 你幹嘛 大哥 那我的錢 我們會處理啦 我會跟你少啦 一張不會少啦 那不是犯罪所得 犯犯被反靠壓制在地 聲稱身上的現金全是媽媽給的 事實上這些全是變賣髒款 犯案後火速變賣20多枚金戒得手21萬 警方調查晚上七點多 他們在苗栗公館銀樓行搶後 接著前往銅鑼與銅火會合 又換車到台中 凌晨十二點在清水休息站被帶 逃亡四個多鐘頭 終於落網 我還說帥哥你車牌掉了 然後他有回你嗎 有啊 他說我知道 他是他朋友的車 對 因為 嫌犯聯手策劃 詹密的搶劫案 似乎是有備而來 不但懸掛偷來的車牌 還在中途製造斷點換車 擾亂警方偵辦方向 連現議員開的銀樓都敢搶 實在大膽 記得中正前盧俊傑吳彭馨 苗栗報導 我是陳志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往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